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大家還記得江玉歡和吳秋德罵到要拆火的那單免針止的事件 江玉歡就說政府這個做法為什麼這麼專橫呢 七個醫生二萬張免針紙你說他是濫法要告他使用虛假文書不誠實使用電腦 案未審為什麼要將二萬張免針紙全部廢掉不接納呢 裡面會不會有些是經過專業的判斷而發出的呢 未審就已經判他們有罪拿著這些免針紙的呢 有幾百個公務員都可能會使用虛假文書要被告 嚇到大家人心惶惶 這件事江玉歡就提出有沒有違法呢 政府的法律依據是什麼呢 作為一個有法律背景的立法會議員提出這個觀點 我認為是很值得去討論很值得去研究的 不過政府呢就一口就拒絕 就說這種做法呢就是合情合理 這個陳國基政務司司長說的 那麼這個覆核王呢 郭卓堅於是就入稟申請這個覆核 那麼高等法院呢就頒出這個臨時禁制令 政府說這二萬張免針紙都無效要廢了 那麼高等法院的法官呢頒下判詞 他說全部的免針紙繼續生效 直至到法庭再有頒領為止 這個就是臨時禁制令來的 那麼那個判詞就這麼說的 他說無論結果有多麼理想 都有分合法和非法 兩樣東西來的這樣 那麼法官就說呢 這個爭議就是依偉局局長 有沒有權力去廢除免針紙呢 聽了律政司的陳詞之後呢 傾向認為政府的理解是有錯的 對於法律的理解是有錯的 他更加指出呢 可以合理假設有不少人呢 提出免針紙呢 是經過專業的判斷 是很合理的批出的 病人也都有合法持有的 這個都其實跟我 在兩次做這條影片 做YouTube的時候呢 說法都是很近似的 那麼判詞呢 就解釋 批出臨時禁制令的原因 第一段呢就是這樣說的 他說無論預期的結果有多麼理想 However desirable the intended result There is a right way and a wrong way of going about it In legal terms There may be a lawful way or unlawful way of going about it 簡單地說呢 無論那個結果你想 即是你想達至一個很理想的 很理想的這個結果 那個預期有多麼理想都好 都分正確和錯 兩個途徑 又或者用法律的字眼 就是合法和非法的途徑 這個老外法官一針見血 即是說什麼呢 即是說 你 是 你廢除了二萬張免針紙 你可能你那個 intention 是很好的 怕罵罵人 那就害了別人 你有了免針紙 又不去打疫苗 不去保證 vaan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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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想達到這個目的 就是別讓人地罵罵免針指 要別人做疫苗 也有一個正確和錯面的途徑 去達到這個目的 又或者合法和非法的途徑 達到這個目的 很明顯 你這景是錯的 你的途徑是非法的 政府提出很多要廢除免斟止的有新聞稿 有官員出來說 其實沒有說到他有任何的法律依據 他就說一個有律師資格的立法會議員提出質疑 指醫務衛生局沒有權力廢除免斟止 要求政府交代理據 真是大禍了 江玉歡 高官指江玉歡有法律背景的立法會議員提出 你的法律理據是甚麼 江玉歡吃不完兜著酒 中聯辦民主向他溫馨提示 以後不要說這些 又向吳秋德溫馨提示 成何體統 公開吵架 大家愛國愛港的議員 現在江玉歡出來之後 搞出了一個大頭髮 引用他的說法 將免斟止 暫時判定是有效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關於江玉歡事 法官就在某程度上抽江玉歡水 引用他的看法 從法律角度來說 確確實實 政府說了那麼多次 要廢除這二萬張免斟止 是沒有任何的法律根據 這個複合王的郭卓堅 日版 批出這個司法許可 然後政府發出一篇新聞稿 做法是根據599L 預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證的規例 法官就說 根據時序 令人聯想到政府在9月27日推出措施的時候 找到特定的法律理據 直至有人提出司法複合之後 政府才找到相關的權力和條文 但無論政府什麼時候找理據 不是法庭在正式聆訊時候關注的焦點 關注的焦點就是 關鍵就是 特區政府有沒有法律理據去廢除免斟止呢 聽了律政司的陳詞之後就說 有很強的理由 認為政府對法律演繹有錯 599L 給局長的權力 是包括確認 這個地方的類別 進入這個地方的條件 未打齊針的市民在這個地方不能夠做的事 比如說不能夠脫口罩等等 容許市民在索取醫學意見後取得新冠疫苗 醫學豁免證明書 叫做免斟止 以符合疫苗通行症的要求 從條文字眼來講 沒有權力 賦予局長 可以推翻或者廢除 發出的免斟止 潘池也提到 目前本港疫苗接種 去到90 公共衛生風險 比重比較低 法官要做防疫專家的份 考慮頒法臨時禁制令的時候 要考慮公共利益 包括 衛生和安全風險 明白市民再看醫生不是一件難事 但考慮到 這個案件有2萬張問題的免斟止 大部分在未來數星期會過期 他說可以合理解決 為數不少的免斟止 是合理批出 擁有人也是合理合法持有 加上 涉案醫生指示被指有問題 不是進入刑事的程序 法官 說這個案的爭議點就是 政府在599L 沒有相關的權力 對日後或者有深遠的影響 他最終決定重速進行聆訊 10月20日進行 判詞很清楚 簡單地說就是 現在法官質疑 無論你那個intended research 是多麼理想都好 都有一個 合法 和非法 的途徑 達到這個理想 現在政府 這個 法官就說 599L 沒有賦予 依惠局局長 勞草謀 任何的權力 去廢除 由註冊的合法的醫生 合法註冊的醫生 發出的免心指 從這個角度來說 即使最後的醫生是判有罪 判有罪 他都要逐張免針指 去審視 究竟 這個醫生 是否經過一個 濫用的程序 沒有深思重慮 沒有嚴謹 去 拿這個病人的一些病歷 去 研究然後才發出這個免針指 逐張看 可能有些免針指都變成無效 不過不是由依惠局局長 一刀切張2萬張免針指 一次角變成無效 而是逐張去研究 我的理解是 這有幾個問題出現了 第一 你看到現在特區政府做事 不理那麼多 不理法律程序 說來就來 做了才算 如果 不是江玉寬 江玉寬說完 政府都說 合情合理 沒有說合法 說完之後他都不改 如果不是郭卓堅 覆核王 做這個司法覆核 我想 政府就不完全不需要再理法律依據 真是 真是專橫 他喜歡做甚麼 這是第一 第二個問題就是 江玉寬這個愛國的 愛國者治港的議員 提出來 這個觀點 那些建制就是 你用詞很泛民 你很瘋 你可能會影響你 李家超施政 我覺著一字港的意思就是 無論是甚麼都好 無論是對還是合法 不合法 都要全面支持他 你這樣是會 損害他的管治威信 江玉寬做了一個 我覺得挺有趣的 事發 結果引來一場 這樣的官司 第三 就是這個老外法官 我不知道 本地法官敢做這個事 這個老外法官 做了這個決定 江玉寬已經是第一次 傷害了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 由愛國者的後果出來 然後由司法機構 告訴你有法律效力 臨時禁制令 這二萬張免針指繼續有效 直至令行通知為止 大大巴刮到特區政府 特別是老 寵謀的臉 李家超也是 你有權嗎 你沒有權力去做這個事 你真是無法無天 現在 告訴你 將來這些老外法官會怎樣 這個 就是高等法院的法官 不是中審法院的 那些非常任法官 那些 不是經常住在這裏 這個應該是 本地的 是高等法院的法官 當然 香港法官是不能解僱的 除非你是病 除非你是老到 做不到事要退休的 自動退休香港法官是不能解僱的 那這些法官 在這些民族主義 小粉紅生活中 當然覺得他養不熟 當他 非我族類其身必義 將來還會不會有這些老外法官 繼續會 成為這個高等法院的法官 一直坐上去 這是很大的疑問 不是 黃皮膚黑眼睛 就不會是愛國愛港的法官 你又會跟特區政府對著說 別有用心 可能又會被左暴斥 好了 叫了你 長洲複核王 已經說不讓你再複核 你怎知道就批了他的司法複核 結果 就令到特區政府 這個政策 真是被人 跌到一扑一扑 刮到臉都紅了 腫了 香港有 司法複核這個制度 有些人已經是救病了 又說是否濫用司法程序 法官又不可以批給他做司法複核 已經吵得很交關 我就覺得 香港好在還有一個這樣的程序 雖然是越來越難 門檻越來越高 好在還有一個這樣的程序 最後一關 這個是守美門 你整個程序 立法會 做不到監察 政府 胡作非為 專橫橫橫行無忌 找法庭守美門 本來這些事不需要法庭做 幸好現在還有 將來會不會廢除這件事 愛國者治港 會不會廢除了 很難說 以後不給司法複核 說做就做 沒有人知道 不過起碼今次 告訴大家 有一個這樣的程序 仍然可以為香港市民 打到關 為這個 特區政府這個做法 起碼 制止到 有一個停止 這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 沒有煞車系統的一個政府或社會 是會撤毀人亡 現在起碼每一個程序 可能都廢了 禁止全部壞了 現在剩下司法系統 還在做 舌微的作用 這一點我認為是非常重要 暫時講到這裡 支持我的patreon 支持我的心直口發的channel 多謝你們收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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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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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